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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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分了很多不同的格数 最顶的那层通常都是冰箱 冰箱通常是放在-10度或以下 最好能够调校到-10至-18度之间的冰箱 冰箱的目的就是把食物放进去 令食物变冰 变成冷藏的食品 保存时间 检测不然会更长 可以长到三个月甚至半年等 不过我们有限制的 例如我们的蔬菜和水果 绝对不可以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只能做一些冻肉 很多时候冰箱之外 接着我们就在冰箱中间 到处多储存空间的位置 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将冰箱 放在4至6度之间 我们也接受在10度以下 4度以上这个位置 最好放在上格放一些熟肉 下格放一些生肉 因为很多时候生的食物 可能会有血水或污染物 我们就不想掉到下面 影响熟的食物 减低那个叉叉污染 因为大家都知道 水果和蔬菜 某情况下我们是先洗的 是食用之前才洗的 如果我们的蔬菜 买回来洗完之后 把冰箱煮完 对不起 你的蔬菜很快滑 所以蔬菜水果 很多时候我们就放在最下格 一些泥 一些筋 一些筋 一些筋类 或者叶菜类的食材 我们觉得它相对下 是一些细菌 或者一些污染物的来源 你看到通常放在蔬菜櫃里面 有一个空间 就是一个隔 拉出拉入 有一块东西 困住它 其实也是一样 希望减少污染 放在旁边的门 附近拿的 记住 通常是一些 Bass Mov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流动使用率很高 你可以放一些芝士 或者是蛋 或者其他这些 方便每一天 常用的一些 拿出来的食物 当酱料未开 你再放在普通室温 其实是安全的 因为里面做了一个高温消毒 而且也有真空度 你的保存 真的可以做到一年有年 没问题的 但当你一打开之后 这个酱料 那个的所谓 食用安全使用期 其实已经是无效了 因为一打开了 你的真空度已经破坏了 换句话 你就要尽快吃光它 我们建议你 封口之后 放入冰箱保存 至于你放在冰箱 哪个位置 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我想放在四度至十度之间 其实都是安全的